O-Bike 業者繞跑 北市府最快7月將棄置車當廢鐵賣 還記得他媽主打隨地借隨地還的無裝式共享單車O-Bike 這也聽那也聽哪裡都有他的蹤跡 就像是台北街頭的福壽羅 但隨著O-Bike App停止租借服務 結果這些亂停的O-Bike 現在都被北市交通大隊拖到保管廠防止play 要是O-Bike公司不來領回 下個月就要被當作廢鐵賣掉了 O-Bike 2017年進軍台灣 會員數一度飆破百萬 在北市街頭投放量最多達9000輛 可惜好景不長有許多使用者任意停放 招來不少民眾反彈 去年更多次穿出業者倒閉 和經營團隊翼足消息 隨著O-Bike今年租借App停用 北市交通局在5月祭出脫掉措施 將市區內的O-Bike當成廢棄物拖走 目前北市街頭的O-Bike已拖回九成 總計約6000多輛 分別由環保局拖掉至山珠窟保管廠 約1400輛 交通大隊拖掉至濱江街保管廠約3000多輛 以及福遠街保管廠約1700輛 有關於車體的部分 在環保局的山珠窟由環保局那邊後續去做一個 以廢棄物的方式用廢鐵來去做一個拍賣 平管處這邊的話 4600多輛是由我們平管處 也是以廢棄物的方式來做一個拍賣 這些單車通通要被壓成廢鐵便宜賣掉啦 難道他們的主人O-Bike公司都不會心疼嗎 台灣澳製網路不分有限公司 O-Bike公司 它現在目前只有這個公司在裡面的負責人 或者是那些員工都已經沒有了 就剩一個空殼 一個殼而已 原來是已經人去樓空啦 不過拖掉產生的移置費和保管費 要由誰來付 難不成要台北市民買單嗎 移置費保管費的部分 目前到6月5號為止 已經累積到700多萬 我們後續依照這個行政執行法 我們會送到那個行政執行分屬 去過後續的強制執行 來爆料 每月有賞60萬 一經錄用現報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10萬 月冠軍再賞20萬 你敢爆料 我敢給錢 Catholic的 報告 谢谢大家